已经逐渐趋缓 而今天嘉义县府宣布了 开放公园及公共场所的儿童游乐场 凉亭及室外篮球场也开放 小朋友知情后是纷纷跑到了公园玩荡秋千 不过县府也提醒民众 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 县府人员将公园溜滑梯的封锁线给撕掉 全部拆除后 小朋友开心地跑来荡秋千 玩归玩 口罩还是带紧紧 由于疫情趋缓 25号出现睽違108天的本土零确诊 嘉义县府26号宣布开放公园及公共场所的儿童游戏场 体健设施以及凉亭和室外篮球场 开放嘉义县的公园里面的儿童游戏场 篮球场体健设施 呼吁民众防疫期间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 要注意勤洗手 戴口罩 小朋友可以出来打球 也能在公园玩有乐器材 县府对于防疫还是不敢马虎 针对开放的设施 每周至少倾校一次 同时也提醒民众 开心使用之余 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 保持社交距离才能玩得开心又安心 记得蔡琼乌嘉义报道